在關島我們最常去的就是這間 Micro Nicheal Mall 我其實覺得這邊的購物商場都蠻小的 主要的它就是有一間Macy's 然後有電動玩具店 運動用品店 跟一個蠻大的美食街 有兒童的遊樂場 然後也有玩具店 有一間Rose 那來這邊的話 我就會推薦大家可以去吃 它裡面有賣那個很好吃的肉桂一卷 那很特別的是我們來這邊的時候 還有遇到就是他們這個商場裡面 有可以打疫苗的地方 那就會有當地的美國人在這邊 進行疫苗的施打 那在Macy's還蠻推薦可以買Polo 像我就有幫我表妹買很可愛的就是小洋裝 我覺得大概給你們看一下就是裡面有賣哪些東西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白色的包超美的 還蠻好看的 那其實裡面的商品就是大部分都是很多美國本土 例如Culture啊NK或者是Guest這些牌子 然後我去觀Foot Locker的時候 也有看到一件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全品的衣服 然後如果你想喝杯蒸奶 在這裡也可以找到台灣的日出茶袋 再來就是這家Superstore 它裡面的話就有賣一些就是像 像脫鞋啊或者是運動服 然後跟一些時尚的衣服 太陽眼鏡 然後一些小朋友的玩具啊 或者是嬰兒用品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是整家店都八五折 但是過了一個禮拜就變九折 然後又再過一個禮拜變八折 所以它的那個特價都會跟著時間有不同的優惠 再來就是最多觀光客喜歡去的Outlet 但我自己是覺得這地方非常的難逛 因為它的品牌不是我就是很喜歡的 但如果就是有你們喜歡的品牌的話 那它其實優惠都是蠻多的 就是可能有到四折啊或三折 就蠻優惠的 那如果只是想買點小東西 例如酒啊或是飲料 或者是一些麵包 那推薦大家可以去當地的便利商店 其實我覺得價格也沒有貴很多 而且酒類還蠻齊的 或者是可以去ABC Stores 那到處都是就是非常的多 裡面會賣一些就是玩水的用品 跟當地的紀念品 還有一些輕食跟牛奶啊酒 如果沒有帶防曬的人也可以來這邊買 等於說這就是給旅遊的人去的一個 就是商店 那裡面也會賣一些我覺得很酷的東西 例如像這個塔巴斯科的迷你醬 跟一些就是 酒的基底組合 我就覺得還蠻酷的 那可能因為關島非常靠近日本 韓國跟台灣吧 所以它其實飲料都會有台灣的飲料 或者是韓國跟日本的飲料 所以還蠻方便的 然後我錄這個是 因為我覺得他們擺得非常整齊 讓人覺得看得很舒服 然後我也非常推薦 就是如果有要浮潛的人 然後沒有開車 那就可以拉ABC STORES買一些 一些浮潛的裝備 其實蠻方便的 那如果有開車的人 就推薦可以去 K-MART 它就像我們台灣的佳樂福那種感覺 東西比較便宜 我想要買一罐玉米 在89分 我來買了一箱水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買的呢 那裡有這個海苔耶 好想吃喔 我真的覺得美國超級市場很好逛 他們種類超多 各國的東西都有 這個珍珠奶茶看起來好噁心喔 還有哈密瓜牛奶 哈密瓜奶茶 我要買一盒給我姐姐 看看可以買哪些泡麵在房間吃 因為我一直想吃韓國菜 不然吃吃看這個好了 買一個炸醬麵吃吃看 韓國的 第一家推薦的是CALIFORNIA PIZZA KITCHEN 雖然它是賣披薩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義大利麵也非常好吃 而且份量真的非常的多 完全不用怕會吃不飽 我點的是白醬配蝦子的 另外一個是有點辣的紅醬海鮮意大利麵 第二家是賣炸雞的 它是我有剩以來吃過最好吃的炸雞 我真的沒有浮誇 它的廣告都是真的 就是真的這麼好吃 所以我非常推它 再來這家 我知道很瞎 它就只是一般的速食連鎖店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歡吃它的捲餅 就是我去美國 不管是LA還是哪裡 我就是看到它 我就會想要吃它 然後它的洋蔥圈跟起司薯條也超讚 這來這家應該蠻多人知道的 因為它之前也有來台灣開過店 就是來自夏威夷很有名的早午餐店 那它主要的話就是賣鬆餅跟一些早午餐 但因為疫情我們就沒有內用 我們就選擇用外大的方式 可是份量還是嚇死人的多 真的推薦兩個人吃一個餐就好了 再來這家Outback 是我覺得非常好吃的一家牛排的連鎖餐廳 份量也是非常的足夠 就是吃不完的那種 像這個羊排我們本來以為大概三隻或四隻 結果一份居然有九隻 這家壽司店也是在MicroNitia Mall裡面 它主要是賣加州捲 然後還有一些刺身 還有便當 就是拉麵 其實它各種日本的食物它都有賣 那因為我真的太多會想吃的 所以我就選這個就是便當 然後它可以挑自己喜歡的菜色 然後組合起來 這便當最好吃的就是那個排骨 超推薦 另外有點這個炸茉莉 但是我覺得粉有點太厚 所以沒有那麼喜歡 最後還配一杯飲料 最後這家是在The Tsubaki Tower裡面的自助餐 它是所有餐廳裡面我覺得氣氛最好的 然後環境也最優美的 這邊晚餐時間兩個人的費用是99元美金 和服務費 那晚餐的話其實剛開始吃的時候天還蠻涼的 但是你吃吃吃到7點左右就會天黑 你就可以享受兩種不一樣的美景 然後7點半的時候會有水舞秀 所以如果你坐戶外的話也可以順便欣賞水舞 關島是結婚聖地 所以漂亮的教堂不能少 那這間教堂是位於日航酒店前面的教堂 我覺得它很美 很有就是國外童話小鎮的那種感覺 那它後面就直接是海 所以風景非常的優美 第二間是當地非常有名的藍心教堂 它其實就緊鄰沙灘跟海 真的是我覺得我看過最漂亮的教堂了 就是它的後面背面的部分就是有一個車道 它是照紐約自由女神像 然後比例縮小的當地的自由女神像 那這個公園旁邊也有很多的當地人都在這邊衝浪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它沒有觀光客 但這個旅遊季的話 是可以玩水上摩托車跟一些水上活動的 那我們去的時候也有當地人在這邊游泳 然後也很適合拍照 最後來關島一定要的就是玩水 但是因為我去的時候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都沒有玩paddle啊 或者是有跟別人有互動的 例如就是生錢這些的 不過我還是找了人比較少的地方 就是自己去付錢 這邊的水非常的乾淨非常的清 然後也非常的淺 這邊的水域也是屬於很安全的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 我會希望可以跟就是比較多同年齡的朋友啊 或者是家人 然後在沒有疫情的情況去可以好好的旅遊 最後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 就是想要來關島旅遊的人 然後也希望疫情可以趕快結束 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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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